来源砍建财经 大润发加速掉队 5月21日 大润发母公司高新零售06808香港 披露了截至3月31日的2024财年业绩报告 其中显示 公司实现营收725.67亿元 同比下降13.3% 全年亏损金额达16.05亿元 上年同期为1.09亿元 这是高新零售2011年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亏损 其中商品零售收入为694.31亿元 较2023财年减少111.04亿元 同比下降13.8% 面对业绩遭遇的巨额亏损 高新零售给出的解释是 负现金流门店 关闭门店 吉尼开业 门店的资产减值 商与减值等是主要原因 同时 业务调整和顾客囤货薪值消退 导致平均客单价下滑 关店潮 在过去的一年内 大润发经历了大规模关店 据财报显示 报告期内 公司关闭了20家大卖厂 截至2024年3月底 公司拥有472家大卖厂 32家中型超市 以及3家M会员店 总经营面积超过1350万平方米 随着大规模关店 高新零售的员工数量大幅减少 据财报显示 公司员工数量从2023年3月底的107,785人 减少至86,226人 节省了超过5亿元的雇员开支 从零售业的关键指标 铜电销售增长来看 高新零售2024财年的铜电销售增长 按除去家电之货品 销售集对淘菜菜 及天猫共享库存销售计算 下降了6.6% 已经是连续10年下滑 且下降态势似乎正在加速 这或许意味着 大润发的大卖场门店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正在迅速变弱 另外 高新零售的现金流 也传来了危险信号 据财报显示 公司2024财年的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26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43.02亿元 大幅减少了78.5% 截至今年3月末 公司的净现金 包含现金及现金等家务 金融资产 定期存款等 为165.04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194.49亿元 大幅下降 同期 公司权益负债比率为0.76 上年同期为0.80 一系列财务指标反映出 作为国内大卖场业态的领导者 大润发的商业模式 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反映到股价层面 截至最新售盘 高新零售的股价 仅剩1.62港元 相较于2020年6月的高点 累计跌幅达87% 最新总市值为153.59亿元 昔日辉煌不再 回溯历史 大润发是 中国商超历史上的传奇之一 早在1997年 大润发便开出了 第一家大型现代化超市 走精致量饭店的路线 随即开启疯狂扩张 他仅用了短短12年的时间 便登顶中国大陆 零售冠军的宝座 2010年 大润发以404亿元的销售额 首次超越国外超级巨头加勒服 问顶中国超市销量第一 2011年 大润发母公司高新零售 成功登陆港交所 成为了最赚钱的超市 更值得一提的是 大润发已连续19年 未曾关闭一家门店的交人成绩 成为了消费者心中的传奇超市 巅峰时期 高新零售股价最高 曾达到13.4港元 总市值一度高达1278亿港元 2020年 大润发迎来了关键时刻 当时 阿里巴巴赤资500亿港元 成功控股高新零售 并将其作为新零售战略的重要一环 面对阿里巴巴收购 大润发创始人黄明端 似乎颇为感伤 当时期表示 我赢了所有对手 却输给了时代 时代抛弃你时 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 但阿里巴巴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时任阿里巴巴CEO张勇表示 大润发因阿里而不同 阿里因大润发而不同 收购之后 阿里巴巴对高新零售非常看重 给钱 调人 砸资源 大润发也被贴上了新零售的标签 然而 形势不由人 线下大卖场的零售模式正在被时代抛弃 面对电商的低价竞争 大卖场的价格优势不在 同时 社区团购 钱质仓 会员质超市等新型零售业态的兴起 也进一步压缩了大润发的市场份额 阿里巴巴没能让高新零售走上复兴之路 反而业务每况愈下 最终陷入业绩危机 大润发 何去何从 随着 大润发的传统业务颓势尽险 经营状况每况愈下 阿里巴巴似乎萌生退役 在最新的财报电话会上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表示 目前 阿里的资产负债表上 依然有一些传统的实体零售业务 它们不是核心的聚效业务 阿里退出也是合理的 但考虑到当前的市场情况 退出可能需要时间去实现 随后 高新零售发布人事变动公告称 阿里巴巴空降高管林小海 辞任高新零售CEO 欧尚沈辉则接任高新零售CEO 从业绩层面来看 大润发似乎已经成为了 阿里巴巴的脱油瓶 阿里最新财报显示 所有其他类别 包括高新零售等业务的收入 同比下降3% 亏损也进一步扩大 经调整 Ebitai为-28.18亿元 这一系列的信号 引发了市场对阿里巴巴 将要退出高新零售的猜想 近日 市场传出消息称 阿里内部基本已确定 把大润发和河马出售给中良 大润发约预估100亿人民币 河马约预估200亿人民币 对此 河马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假的 大润发也表示 上述有关出售消息为假 但有分析人士称 高新零售的净现金 包含现金及现金等家务 金融资产 定期存款等 高达165.04亿元 同时拥有超过450万平的自有门店物业 阿里巴巴收购高新零售花了500亿港元 大概率不会以100亿元的价格出售 面对当前的被动局面 高新零售似乎仍在寻找突围 其中 大润发SUPER店 M会员店 被寄予厚望 截至目前 高新零售旗下M会员店 已经开出三家 分别位于扬州 南京和常州 另有四家门店筹备中 2024财年内 首家M会员店的付费会员人数 已破6万 会员总数破11万 但目前来看 会员店的数量仍然很低 尚不足以支撑 高新零售庞大的体量转型 最新财报释放的一系列信号 意味着有给大润发的机会 时间或许不多了 感谢观看